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整个乐家湾失去了主心骨 司令部随即一片大乱 叛乱士兵满司令部乱闯 到处追问马纪远 马布方之子在哪里 他们还打开了军阀出监狱 释放了所有关押囚犯 一时间 乐家湾军营枪声四起 留守的马家军各级官左四散躲藏 青马指挥中枢大乱 西北马家军一向以治军严厉著称 马布方统一军队 一用宗教 二用封建宗法关系 青马的上级军官几乎都是马家宗亲 整个部队处于这种纽带的严密控制之下 在外界看来 基本是铁板一块 其凝聚力远超其他国民党军 这一超出所有人意料的事件 史称乐家湾兵变 当时曾震动一时 让马布方暴怒异常 大失连绵 乐家湾 原名罗家湾 明朝时 朱元璋流放了一罗杏族人于此肯荒生产 因此被称作罗家湾 从汉朝起这里就有著兵的传统 最早叫汉将营 唐宋时期被称作双阳城 乐家湾在西宁东郊 地厄山口耀冲 早期几备马布方匹为军营 并修建了机场 民国24年 马布方扩招兵员 规定17至50岁青海男子都要参兵 实际上几乎等于所有青海男子都是马家军 相比民国21年的1.4万兵员 新规定后 青海马家军兵员达到16万之多 足足扩充了十来倍 兵员的突然暴涨 导致后勤挤养的供应不足 新兵没有像样的兵营 只能住在简陋的窑洞之中 住宿条件差 卫生不好 医疗无法保证 导致很多人生戒疮 并因此而丧命 见士兵怨声载道 马布方便顺势将罗家湾改成了所谓的乐家湾 1936年 红西陆军失败后 大批背负的红军被戒押到青海乐家湾集中 编入82军补充团负责修理公路 兰州战役后 马家父子逃走 也是在乐家湾上的飞机 事实上 乐家湾更像马家军一个 极残酷压迫和剥削为一体的集中营 马布方每年要求士兵自备优质羊毛编制的衣物 眼收不合格者轻则辱骂 重则毒打 再者 训练野操 勒令士兵自备火枪 铅弹 火药 质量要求极高 如不达标 受尽折磨 造成很多家庭家破人亡 使兵受不了盘剥出逃 抓到后酷刑折磨 抓不到就强迫家属缴纳500到1000银元帮价 如此云云 那么 什么人能进乐家湾 还敢一枪打死马布方的军参谋长 此事的亲历者 与马基元熟师的青海学者李文氏 当时正在乐家湾军营曾有记载 参加华编的都是82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但领头的人却和青马没有任何关系 平时 青马内部的矛盾难为外人所知 但各种矛盾并非不存在 青马士兵全部来自本地 要顾忌家庭和亲属有怨在心 大多敢怒不敢言 事发前 马布方去重庆开会 临行前给乐家湾军营放了架 平时乐家湾警卫严密 一般闲杂人等根本进不去 放架就不一样了 军营里只有一些勤杂和无家可归的人在留守 控制一松下来 外面就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到来 在这时 恰好成了一堆干柴上的火种 这些留守的人里面 就包括了第82军炮兵团第一营营长马福林 马福林是马布方的儿子 第82军军长马纪元的亲信 曾长期担任马纪元身边的护卫 马纪元就任82军军长后 立刻将马福林调到了身边 担任炮兵团第一营营长 在马福林看来 自己是马纪元的亲信 这个任命无异于是告诉他 将来炮兵团团长空缺 就会提拔他担任炮兵团团长 第82军的前身是新边第二军 这支部队是由马布方最早的新边第九师 扩编而来 因为第82军是马布方的第一级部队 一直以来待遇也最好 是青海马家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 而炮兵团又是第82军里面的精锐 其团长一支也是少将军衔 在马福林看来 自己的前途是无比光明的 当时的团长马正奎 即将调任青南警备司令 而马福林没想到的是 马布方竟然把一缺 给了赞81师的团长马张 他依然只是一个营长 这让他心中大为不愤 更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马张留下的团长一缺 他也没捞上 不管凭资历 能力 还是凭和马纪元的关系 都让马福林咽不下这口气 而马布方给马家军放假以后 马福林却仍然被要求留在军营里面 不能返回家中 这让他感到更加不满 心头对马布方父子也越来越气愤 此时 趁着马布方父子不在 军营仅被松懈 一名歌老会大佬 趁机潜入了军营 歌老会 在当时与天敌会 青帮齐名 并称江湖三大帮派 在乡军和川军中影响巨大 在川军中责称袍哥 歌老会著名会手杨万珍曾说 出了随远 凡是烟筒冒烟的地方都是我的人 历史上 歌老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是推翻满清的功臣 也是一支成分复杂 毁育不一的民间秘密组织 西北的歌老会 是左宗堂西北评判师带进来的 会众之间在战场上舍命相助 骁勇敢战 对老乡赢战斗力的维系起了很大作用 但也时常无视军纪 聚众逃降 甚至杀死营官 狠让左大帅头痛 最后只好一尽了事 会众就此散入了民间 留在西北的歌老会 在陕西 新疆都曾率中举世 相应辛亥革命 进入民国后 尽管被一再打压 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小军阀的无人区历险记中 陈渠珍的老上司罗长仪 便是被歌老会绑在马后拖死的 而陈渠珍之所以能够出逃青海 也是因为其一直以来 与歌老会的关系还算融洽 日军侵华后 也曾经对华北 随系的歌老会屡家引诱 歌老会有严格的帮规 对违规者处置极为严酷 备份 礼仪方面也非常讲究 他们是讲义气 首先用为生存之本 相互帮扶 就危急困 不容稍有懈怠 会众人相遇 有自己的一套秘语和首饰 走到哪里都有依靠 他们散步于社会各行业 一人有难 同能舍命相帮 一般人都不愿意去招惹 而在兵变前进入军营的 歌老会大佬名叫习老三 是马富林的七九 歌老会历来形式隐秘 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 习老三在歌老会中的地位 和其他经历 没有记载 也就难以了解更多 两人久别重逢 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喝了几杯酒之后 马富林忍不住 就向习老三 吐露出心中 对马不方父子的不满 习老三 本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物 顿时来了心思 他告诉马富林 既然对马家父子不满 那又何必跟着他们干呢 不如另起炉灶 闯出一番新天地 眼下军队大多放假 西宁守备空虚 正是夺权的好机会 马富林听后 身以为然 一派集合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马富林开始游走于 乐家湾军营之中 试探一些军中好友的态度 很快 两人就聚集起了一群人 都是些对现状不满的底层官兵 其中还有人称黑大汉的土族人 吕成复 吕成复对于马富林所想 不仅计表赞成 还将留守在乐家湾的整建制的一个营 发动了起来 意气居士 马富林和系老三等人一番商议之后 很快就定下了计划 按照计划 他们会在8月17日晚发动兵变 先打开马富林营的军械室 取得武器后 就冲进军部劫持马基园 逼迫马基园下令 让负责外部警卫的派以上军官进来开会 一举解决掉 然后再号召士兵们跟他们走 能拉过来多少人就拉多少人 打开军火库配足枪支弹药 最后或打进西宁 或庸众远走 另谋发展 酝酿准备接近成熟的8月16日 乐家湾军营附近 一处名叫十里铺的地方 忽然响起了一阵枪声 马富林等人由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一听到枪声立刻如惊弓之鸟般 以为是自己的阴谋暴露了 实际上 只不过是一些士兵在开枪驱赶狼群 情急之下 习老三当机立断 不带人手聚棋 立即开始行动 这天傍晚 习老三带着二十多个人 顺利地打开了营军械室 拿上枪支 一路冲进了军部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始的那一幕 军参谋长被枪击 军部大乱 习老三一手持长枪 一手持短枪 带着一群人东冲西撞 把军部搅了个底朝天 他们疯了一般地在搜寻马济园 马富林熟知军营情况 习老三谋事老道 胆大果断 这个计划不可谓不周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马济园这晚不在军部 而是回到了西宁市内的新鲁家中居住 马济园不在场 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就过不去了 泽景卫军部的齐八旅二团 是军部驻地唯一必须解决的劲敌 团长马英姬景凶悍 无短身材 绰号嘎马英 而他最令人熟知的 便是在屠杀红军西路军俘虏之时 说出的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杀得太多了 人血闻着心里吵得很 习 马二人重点算计的就是这个马英 不能将马英和他手下的军官 框进来收拾掉 仅靠几十人的力量 去对抗青马精锐 其八旅的一团之众 简直是以卵击石 现在功亏一篑 屠呼奈何 众人只能鸣枪泄愤 乱中脱身 兵便开始数小时后 他们在夜幕中撤出了乐家弯 马英听到枪声 在得知马继元不在军部后 不是基于带人冲进去 而是立即派兵 把住了军火库和各处要道 他本人全副武装 带着机枪守住 总部大门 观察情况 以判叙使 军火库施协老三的重要预定目标 强步抢上武器先不说 放把火就足以在马家父子心头弯肉 而控制了要道 即使闹事的人再多 也难以相互会合支援 从而掌握住进一步应对的主动权 这个嘎马英能受马家父子赏识 看来确实不好对付 此外 当时士气仓促 情况不明 马英担心手下有人参与滑变 也不敢贸然出击 习老三的这一闹 虽然人不多 但马家军官们从没遇过这等事 军部突然枪声打坐 大多数人以下都懵了 根本想不到闹事的只有几十个人 马英还算清醒 但也如临大敌 次日黎明 马英电告马纪园乐家湾兵边之事 马纪园率领韩启公韩进路 坐着驾有机枪的卡车进入乐家湾 此时 习老三 马夫林 吕成复剑进攻西宁无望 紧急逃亡各处 当天下午 发动兵变的习老三 马夫林 吕成复等主要头目 也悉数被擒 马不方得致兵变消息后 没有继续留在重庆 而是提前返回了青海 回到西宁以后 马不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乐家湾到西宁城 沿途十多里的民房和其他遮蔽物 全部拆除 以防止再出现这种事情 因为马不方匆忙离开重庆 使得国民政府也开始注意到 乐家湾兵变 蒋介石也派遣戴笠来到西宁 专程调查此案 事变结束后 马济元后葬了替自己 而死的金药星 亲自参加对习 马二人的审讯 马夫林被俘后一会儿喊冤 一会涕泪横流 让人不明所以 而对于习老三 马不方则是失意酷刑折磨 残忍程度无以复加 究其原因 习老三是戈老汇的龙头大哥 而戈老汇跟马家军有着将近百年的渊源 是百年的死底 当年跟随左宗棠平定闪肝回问的乡军 大半是戈老汇的会众 在西北平叛之时 和西北回民叛军 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 马不方的爷爷马海燕 当时是叛军首领马战敖手下汉将 新路坡一战 马海燕舍负大败相军 割老汇汇中伤亡惨重 双方仇怨更深 这也是左宗棠西北平叛期间 唯一一次败仗 马战敖虽然获胜 但他知道何周弹丸 何能与天下亢 今日之事 舍降别无生机 也就是说 自己绝不是左宗棠的对手 于是投降了左宗棠 马海燕也就一起跟着投降了 当了督标中营管带 反过来捕杀西北回民叛军 左宗棠虽然接纳了回军的投降 割老汇却没有忘掉血海深仇 无奈马海燕官越当越大 又有甘肃提督董福祥撑腰 割老汇一直找不到机会复仇 辛亥革命 割老汇又再次成为西北革命军的主力 此时马战敖已死 其长子马鞍良组织了西军马部十四营 马海燕之子马其任帮统 出兵攻打革命军 割老汇会中死伤惨重 双方仇怨再深一层 后来马鞍良遭到北洋势力排斥 马其趁机取代了马鞍良 投靠冯玉祥正式称霸干粮 这就是马家军的由来 马其死后 次子马部方驱逐奇叔马林 成了马家军的掌门人 对于马家军的启家和割老汇之间的仇恨 马部方清楚得很 听到这次兵变为首的竟然是割老汇的西老三 还让百年死敌杀尽了自己的军机重地 这让马部方和马纪元父子恨得咬牙切齿 百年的死敌竟然和马纪元的亲信勾结 在马部方最嫡系 最欣赋的启家部队 青马八十二军发起兵变 这是马部方 马纪元父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因此马纪元堂堂一军之长 审讯时竟亲自动醒 他手里拿了一把材质刀比划 对谢老三说 不从十招来 就划开你的小腿肚子 谢老三坦然身腿受刑 倒是马纪元切了 闭上眼睛随便划了几刀了事 在这之后 虽然马家用尽酷刑 谢老三只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件事 其他一字不吐 相当的江湖本色 马振武是马部方的外甥 此时接替金钥星的军参谋长职务 负责审理此案 他把谢老三的做派告诉了李温时 李温时非常好奇 就想见见这位江湖人物 监号里的守卫说 对谢老三已经停止用刑 只等处决了 见到人才发现 原来远近闻名的谢老三 是一个面孔有黑 身材短小 普通庄家人模样的中年汉子 貌不惊人 更肩遍体鳞伤 实在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谢老三 见李温时 不是来提审的 就开口对李温时说 要不是自己当时身体发热 重感冒 那些人根本别想抓住他 他平速推脚利索 能双手用枪 这次只怪自己运气不好 如今一死而已 别的不想多说 不久后 马福林 西老三一干人等 悉数被处决于西宁城外 李温时 在西老三死后 又专门去看了这位江湖硬汉的尸首 全身被打了几十枪之多 在这次审讯中 戴利逗留青海约一个月的时间 临别时 马不方向戴利询问 西老三 马福林发动兵变 是不是受到了地下党的指示 戴利只是笑而不语 连连摇头 这次兵变虽然被平定了下来 但却让马不方在青海的统治 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马家军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此后一年左右 驻扎在玉树的马家军 因为待遇差别再度发生兵变 前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 马不蓝留下的五百名士兵 杀死了新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 马正奎 马福林想要接替的炮兵团团长 并准备出逃到西康 最后马不方还是联合川军刘文辉 所部和藏军 才将这支乱兵拦截下来 二百多名兵变士兵 被老长官马不蓝召回西宁 向马不方认罪 马不方拒不接受 为了救这群前途堪忧的乱兵 时任十二军副军长的马不蓝 联合青马朱将领 集体向马不方求情 随后 这群乱兵被拍至小桥充当劳工 在数九寒天里 干了一个冬天的苦役 才回到部队 重新编入第八十二军起兵独立旅 经过这两次兵变 马不方在青海的统治 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兰州之战后 马不方携带着自己搜刮来的黄金珠宝 去了台湾 随即被拿来当作西北战败的替罪羊 自觉无底容身的马不方带着清卷 以朝靖的名义到了沙乌地阿拉伯 凶狠残暴的他流落一乡也不改本性 1961年 他软禁自己堂弟的女儿马越兰 也就是自己的侄女作为小妾 马越兰后来求助国民政府 驻沙乌地阿拉伯参赞 才逃脱马不方魔爪 马不方的这桩丑闻 也让他永远不可能再重返故土 1975年在无限思想的筹序中 一代青海王病死在沙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